中華度中三位才離年愛的東歐 英偉嘉義揮操地面 三位人研究阿拉伯界這項地面 利用控制新頂代謝的方式 讓地面有合適的企業 來順利執行革命的氣候 這項研究也來得到 全國科典的特區中 向來對的揮揮操操 都會當時在三位東的興趣 也因為這樣 去發營對地面的研究 利用控制新頂代謝的方式 幫助地面度過革命的氣候 植物在應對這種耐熱 在應對這種熱逆境 有沒有什麼相關機制可以來保護它 那像人類的話 我們知道它可以透過反覆練習 來延長記憶 那我們想要探討的就是 植物怎麼樣延長它的耐熱記憶 哈先生說 幾段氣候三生牛飾危機 在部門跟同部一樣 有合適的企業 可以透過控制自己的新頂代謝 來應付氣候 研究的結果是它會在低溫 或是低光燥的情況下 就是降低代謝 然後讓它有更多的能量 投注於耐熱記憶 然後就可以存活 得出的結論就是 讓它降低代謝的話 可以延長它的耐熱記憶 就是讓它挺過那個 熱的熱量 讓它至少可以先存活下來 中華園中學長表示 就算是疫情期間 在三位東俄也時來好好做事件 認真努力的態度 讓人真配合 也讓大家對雙女孩 在這裏方便較不合適合 我真的被这孩子的这些努力 真的是很感动 那我也非常感谢老师 尤其是因为 大家传统认为女孩子的数理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要更正 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 只要他愿意他有兴趣 他一定也能够有他的一个成绩出来 面对各种气候 还是孩子演用控制 在一部心灵台下的风险 让一部有来到的记忆 添过个温 在三位同学的研究宣告 世代替着全国科典 大成的特别众位的优困典 大厂新闻中想讲话 彩虹报道